各位課堂大家好 這節我們會看看我們為什麼要讀化學呢 當然化學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碰的每一件事都不多不少和化學有關 你喝的水、呼吸的空氣、桌子的物質、表面的塗層等等等等 全部都和化學有關 舉個例子在筆記裡面我們都有幾個例子 例如化學可以製造一些在家裡有用的東西 例如一些金屬、塑膠 我們如何在不同的原材料製造出來 又或者我們穿的衣服 例如你的校服、校裙、校褲 又或者你的Polo shirt 吸水能力又或者是不需要燙等等 這個都是和化學很直接的關係 因為裡面有一些合成纖維 而這些纖維也不是自然界裡面可以從零開始去找到的 又或者我們可以去增加一些植物的產量 一些產量 例如舉個例子 我們可以找一些Fetalizer肥料 又或者去杜絕一些害蟲的殺蟲劑 這些都可以幫忙去令到一些農莊物 增加它的產量 當然我們吃的東西、喝的東西 我們都加了不少的添加劑Food Additives 這些Food Additives有可能是令到味道會增加 例如Favor Rings 一些調味劑 看上去的樣子比較漂亮的Color Rings 又或者可以令到它放久一點的防腐劑 Preservatives 不可以少的當然是一些燃料 例如一些車的燃料 Petro 船的燃料 Heavy Oil 又或者飛機的燃料 Carosine 一些火水等等等等 當然了 我們在化學裡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製造一些藥物 例如前排的COVID 一些止痛藥 或者退消藥 Panadol 而它裡面的最主要成份 應該是一些破結色痛 Paracetamol 這些都是經過化學 人工合成去製造出來的 化學當然 我們在學一些和環境有關的東西 例如 怎樣去令到 炭 二氧化碳的排放減少 導致那個溫室效應 在化學裡面 我們可以嘗試令到那個溫室效應 和Global Warming 全球暖化是減慢的 怎樣去令到 家裡的化學物質 譬如一些的 Bridge 漂白劑 我們可以處理得好些 這些都是在我們化學裡面 可以學得到的 當然了 記住化學其實是一門科學的科目 它是和Technology 科技和社會是有直接關係的 拜拜